大家好 我是陈月 全球热点深度追踪 欢迎来到陈月观点 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请允许我再次为大家介绍 咱们陈月频道为大家推出的 中国十大名茶 黄山茅芬 这也是我们从老家安徽 晚南地区所带来的 中国历史名茶 每年的清明古语时节 适合黄山茅芬的黄金时节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明前茶 黄山茅芬是生长在高山的嫩芽 平均海拔800米 年平均气温20度 年降雨量2000毫升 年日照时间大于2000小时 这样的环境气候条件 形成了黄山茅芬的独特高品质 好口感 无论是自己品茶 还是馈赠亲朋好友 都是上家的选择 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节目下方的说明栏 里面的微信 那么和陈月频道的同事交流购买事宜 也感谢好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全力以赴 再接再厉 为大家奉献优质的节目 美国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 这也不是什么这个新闻了 那么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太政策 到特朗普时期的写斯底里 从贸易科技到地缘政治 那么全方位的布局打压 再到现在的拜登政府软硬兼施 美国总统呢 实际上都换了好几个 那么效果究竟怎么样呢 我们从华为CFO孟晚舟女士 被美国非法扣留在加拿大 经过漫长的法律攻防 以及政治斡旋之后 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 而华为在美国锻炼的沉重打击之下 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同时摸着石头过河 冰来江挡水来吐烟 那么现如今呢 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华为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 孟晚舟女士归国之后 首次亮相华为财报的发布会 那么一系列的重磅数据的发布 也让我们有机会 全方位正面观察华为当前的处境 总体来说 华为的营收一如预期的下滑 同时华为的净利润是提高了很多 那么这里面当然也有 华为资产重组的原因 而孟晚舟女士在发布会上 重申了华为以业务销售为研发基线 并加大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那么这一点华为是始终如意 简单总结就是 华为业务被打击依旧 华为人打破封锁斗志依旧 华为乃至中国科技产业 被美国的这个啊 科技封锁那么要打破这种封锁的梦想依旧 胸怀梦想在路途之上 华为在发布会上关于业务的分析和表达 特别也提及芯片半导体 但诸多方面的困境以及突围的计划 我想呢 孟晚舟女士归国之后的首次亮相 以及华为一众高管为大家所带来的这场 华为财报的发布会 成为我们观察华为 乃至于中国科技产业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们今天就来聚焦本次发布会 为大家做全方位的解读和分析 我们先来看看孟晚舟女士 她亮相的角度 来看看呢 这场华为财报发布会 在重获自由返回中国半年 六个月之后呢 那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华为年报的发布会上 就高调的亮相 宣布了华为公司去年取得 76%的净利润的增长 并强调 华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能力 正在提升 华为在发布会上呢 那么特别谈及了 受到美国芯片断供的影响 那这个事情呢 我想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朋友们呢 也都非常关心 也不断提到所谓的 这个啊 没有芯片了 那缺少芯片 卡脖子啊 等等呢 所以呢 导致华为的终端业务受到很大影响 那么华为 它的消费业务 就是消费者业务啊 包括一些智能穿戴啊 终端啊 特别是手机 那它整体的销售啊 规模销售业绩呢 确实呈现出显著的下滑 那么由此呢 也导致 华为整体的收入呢 那么同比下降了 百分之 二十八点六 那么 整个的销售情况是 六千三百 六十八亿元 人民币 那么这是华为销售收入 多年来的第一次下滑啊 那么根据统计来看呢 应该是 十九年的时间 华为的销售收入 首次下滑 下滑幅度呢 也是比较大 百分之二十八点六的 这个幅度 孟晚舟女士 在深圳举行的 这个年报的发布会上 做出了一些解释 她特别提到 华为过去三年 在供应链上面呢 持续的承受压力 美国多轮的制裁 让华为公司的手机 电脑等业务 受到很大的挤压 美国从2019年起 对华为实施供应链制裁 禁止美国企业 擅自销售产品和技术 给华为公司 美国去年进一步 禁止使用 美国设备和技术的 外国半导体公司 在未经美国政府 允许的情况下 向华为供货 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 就最明显的 这个影响呢 就是华为设计的芯片 台积电呢 不可以代工 另外呢 我们说包括英特尔呀 高通啊等等 这些芯片大厂呢 都相继停止 向华为出售芯片 华为本身是 芯片设计公司 那么像台积电 这样的企业呢 是芯片制造公司 那美国呢 一边断了台积电 这个为华为代工的 这条路 同时还断了 比如说美国的 英特尔高通 那很大成分呢 它是芯片的设计公司 美国呢 也不允许你卖 所以呢 既不允许制造 代工 也不允许销售 那么这就等于说呢 釜底出新 孟晚舟女士也指出 中国的5G建设 在2020年 已基本完成 相关需求呢 也在出现下滑 此外 华为和其他 中国企业一样 在疫情的 这个压力之下呢 那么对业务呢 产生影响 这也都导致 华为整体收入 下滑的原因 不过由于 出售了一部分业务 获得的收益 以及改善经营质量 和优化产品结构 华为去年 取得了 1137亿元的净利润 同比大幅上涨 75.9% 孟晚舟女士 在华为的文告当中 特别强调 现如今 华为公司的规模变小了 但是华为的盈利能力 和现金流的获取能力呢 都在增强 华为公司在应对 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呢 是有所提高 孟晚舟女士也介绍呢 华为在2013年的研发 这个投入占整体收入规模 是13.2% 那么去年呢 这个比例啊 这个上升到了22.4% 那么这个比例本身呢 可以说是 华为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呢 是历史高位 也就是说呢 虽然这个整个的规模啊 销售规模呢 出现了下滑 但是呢 华为的研发的占比在提升 而且是大幅度的提升 那我想这也正是 华为当前的处境 那就是面对科技 卡脖子呢 那么只能通过自主研发 所以呢 在研发的 这个资金的投入上呢 就是大手笔的来 提升整个的 研发的这个规模 华为轮实董事长郭平 在同场发布会上形容 华为面临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想呢 这和外界的预期呢 也是一致的 他又指出 华为现在面临 先进工艺 不可获得的困难啊 这个大家说的比较绕口了 那这个先进工艺 自然也包括芯片 所以呢 华为如果想要生存下去 就必须要加大 战略投入啊 战略投入 那自然现如今的困难 在哪里 那么就投入哪里 在单点的技术领先 遇到困难时 要积极寻求系统性的突破 我想这个概念本身呢 是一种这个突破问题的思维 在某一个单点的上面呢 遇到困难 那么你要想办法 从整体上来把握 来寻求一个突破点 寻求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从根本上呢 来把这个困难的给解决掉 华为的海外收入 约占总收入的35% 那么在回应 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是否影响华为的业务时 而郭平轮值董事长也表示 华为还在进行谨慎的评估当中 俄罗斯媒体早前报道 那我们节目中也介绍了 就是谷歌呢 停止为俄罗斯的手机厂商 BQ等企业呢 提供安卓的相关服务之后 那么现在该公司 在测试华为的鸿门操作系统 那么在关于这个消息呢 华为此前呢 实际上官方也给了回复 那么就是关于华为目前 并不打算在海外推出 搭载鸿门操作系统的手机 这个事情 那同时呢 我们也都说 目前的整个的核心的关键问题点呢 并不在于华为是否推出 海外版的鸿门手机 而是在于华为是否会认证 包括俄罗斯企业在内的 其他海外公司 它的智能手机设备上当中的HMS 就是华为的移动服务的认证 这个才是重点 那么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这一次的年报的后面的记者问答的过程中呢 那么有记者又问到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呢 郭平轮值董事长呢 也是延续着华为 在此前向媒体进行的回复上面的内容 那就是华为呢 目前没有计划在海外推出鸿门系统啊 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想是华为整个经营战略的 一个啊 结论性的这个啊 这个内容 那么50岁的孟晚舟女士呢 她也是华为创始人 这个任正非先生的长女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 2018年的12月1日呢 她在温哥华加拿大转机的时候呢 被加拿大警方依据美国司法部要求呢 就逮捕 美国指控孟晚舟女士 在华为的伊朗业务上误导 所谓汇份银行 导致汇份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那么这场牵涉中美加拿大三国的司法与外交博弈 持续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在去年的9月24日 孟晚舟女士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之后呢 在加拿大获释 隔天做包机返回中国 而两名被中国拘捕的加拿大公民 同日获释离开中国 网络上面相关的视频也都显示 在去年的10月25日 孟晚舟女士回到华为上班 孟晚舟女士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年报的发布会上呢 身穿黑色连衣裙 也是出席 那么成为全场的焦点 在90分钟的发布会上 她在郭平轮值董事长之前发言 就阐述了前面我们所提及的 华为整体的财务状况 并且在提问环节 与郭平轮值董事长呢 一起作答 主播方特别要求 现场媒体发问时 以业绩为主 孟晚舟女士也没有过多的谈及 个人经历 我想呢 这也是一个比较职业 也是比较专业的做法 毕竟呢 这是华为公司的发布会 我想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人 在关注这样一场发布会 关注华为的研发情况呀 前途命运呀等等 这也是牵动千万人的心 那么当被问到回国六个月之后的感想时呢 门晚舟女士用中国的古话叫做 动中方一日世上以千年来作为回应 门晚舟女士简胆的回答说 回家六个月 她这个啊 唯有不断的学习 那努力才能够赶上祖国的变化 我想呢 这也是门晚舟女士向外界的一些啊 关心他目前情况的人的一个啊 正式的回应 那就是不断通过学习 那么国家呢 发展变化速度也很快 现如今面对一个新的情况呢 只有通过学习努力才能够有所突破 对于华为当前的现金流情况 CFO孟晚舟女士表示 华为资本架构稳健啊 资金充足支撑公司持续为客户服务 与创造价值 公司净现金为241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11.9%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关键啊 我们说啊 打铁方须自身硬 对吧 那做任何事情 虽然壮志凌云啊 胸怀天下 对吧 虽然呢 一直这个抱持研发创新的投入 为这个国家也罢 为华为公司也罢 解决呢 科技上面啊 一些被美国给卡脖子的地方的问题等等 那这都需要钱呀 讲白了 对吧 那需要人才啊 那么需要好的设备啊 实验室啊等等 那就需要资金 那需要资金 那你就得啊 这个啊 要有现金流 有现金流 公司才能够长期的投入 研发 才能够不断的呢 去创新 产生价值 未来呢 才有机会突破 所以这个是蛮根本性的问题 因此呢 呃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孟晚舟女士呢 就回应了外界的这样一个关心 外界其实很多老百姓就很担心 哎呀 华为是不是没钱了呀 这个账户上不知道能撑多久 毕竟华为里面很多都是高科技人才 对吧 也有很多科学家 我相信他们的收入呢 哎 也是比较高 那么每年呢 要花很多钱呀 那你现在华为呢 在他的整个产品销售啊 特别是中端消费方面呢 受到影响的话 那就是日子能不能过下去 对吧 能不能持续的投入 确实有很多人非常关心 特别像之前就有很多人猜测说 哎 华为的芯片设计部门 是不是要关门了 或者把它给卖掉了啊 等等 哎 结果我们我们发现呢 不仅没有关门 没有卖掉 甚至没有裁员 而且呢 还在加大招聘人才的力度 我想这就是一个通过实际行动 对外界的一种展示 也是一个态度的体现 对于华为的整体收入规模的下降呢 那这个事情本身呢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 孟晚舟女士呢 就给出的三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说服力的 对吧 美国的多轮制裁 确实对华为产生了影响 那么这一点呢 也不用去这个掩饰啊 那现实就是如此 特别是他的手机业务 那包括呢 像华为最擅长的通信设备 那他本来就是有周期的啊 那么就是一个啊 一个比如说中国 那么他5G建设方面 他可能哎 这一批发一个包 可能很多钱 那么就要进行部署 那那么下一批的订单 什么时候 那这个本身呢 他就有周期性的 另外呢 就是关于现如今呢 整个全球的啊 经济情况 面临着很大的动荡 包括疫情啊 现在还有战争啊 各方面的冲击 那么 那莫安柳女士呢 在发布会上还表示 2021年华为的运营的营业收入呢 是最高 全年收入是这个啊 2815亿元人民币啊 这是关于运营商业务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细分的看的话 就是他的消费者业务 收入呢 是2434亿元 那么企业收入呢 是1024亿元 那么其中呢 我们前面提及的 这个影响最大的啊 受到制裁 那么产生冲击最大的 其实就是消费者业务 不过在手机销售业务 出现下滑的同时呢 华为消费者业务呢 也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关于他的啊 智能穿戴啊 这个包括像智能手表 对啊 昨天我给大家展示了啊 我的那个鸿蒙的 这个华为的手表啊 等等吧 另外呢 就是智慧屏 其他一些这个终端的消费产品 那么这一部分呢 华为的收入呢 是增长了30% 所以这个呢 从消费电子角度来说的话 也是他有一个啊 这个好消息的方面 那么另外呢 2021年呢 华为的经营现金流呢 我们说达到了 597亿元人民币 那么资产的负债率呢 下降到了57.8% 那这个财务的健康情况呢 持续好转 那么整个研发投入 前面我们提到 1427亿元人民币 那么占全年收入的22.4% 这个事情本身呢 是非常重要 而且这个研发的投入 超过了华为 全年的净利润 所有赚的钱都投进去了 继续研发 当然呢 我们也必须看到 华为在2021年的净利润 之所以出现大幅的增长呢 主要原因其实就是 这个出售荣耀等子公司所得 其实就是一个资产的 重新的组合 那么根据年报上面的内容呢 华为2021年的净利润是 1137.18亿元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它的有一项呢 是这个处置 子公司及业务净收益 那么这一个栏呢 它一共是574.31亿元 那么除了这一次性的收入之外呢 实际经营利润呢 大概是563亿元 那么这一点呢 必须要有个说明 对比2020年 它的这个净利润呢 646亿元呢 实际上是有所降低的 因此呢 我们也必须要去明白 整个的制裁 对华为的围堵所带来的影响呢 是非常大的 千万呢 是这个不容小觑了 那么处置子公司的收益当中 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最大的一部分呢 是出售荣耀所得 那么这项收入呢 它是分期分年 进入各年的所得 所以2020年里面有 2021年里面呢 是大头最多 那么后续呢 也会有一些资金呢 到账 但是后续金额到底是多少呢 是不是还像2021年这么多呢 目前不确定 但是根据总体的预测情况来看呢 可能 这个应该不会有2021年这么多 毕竟荣耀的出售呢 不可能这个无限制的 对吧 那么它也是有个价码在那里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了孟晚舟 在回答有关提问时指出呢 过去这段时间呢 是华为比较艰难的时刻 这当然也是她的一个喊话了 但是呢 孟晚舟女士特别强调了一点 就是 华为已经穿过了黑帐区 那么黑帐区呢 实际上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想呢 这也就表明 现如今呢 华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 那么整个的方向和目标呢 就再次确立了下来 剩下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实现目标 对吧 人最怕的呢 不是这个啊 遇到困难 而是呢 在困难之中 就像你在一片沙漠之中 对吧 你都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说不定你在一直原地打转啊 自己以为一直往北或一直往南 可是方向全错 那这个呢就非常危险 那这个孟晚舟女士所说的黑帐区呢 大概我想呢 这个在漆黑一片的时候呢 完全没有目标啊 没有灯塔 对吧 没有烛光 没有星星指路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呢 这就很难 但现在呢 华为已经穿过黑帐区 我想这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 哎 你芯片究竟该怎么做呀 怎么克服困难呀 一旦找到了一个最优路径 虽然现在尚未实现 而未来呢 只需要往这个目标去奋斗就行了 那考验的是执行力 我想这一点呢 确实华为的一个优点啊 执行力非常强 所以呢 我们就谈到 这个备受关注的 华为芯片困境的问题 华为的轮值总事长 郭平就特别指出 解决芯片问题 是一个复杂的漫长过程 需要有耐心 那么未来呢 华为的芯片方案 它可能会采用多核结构 以提升芯片性能 那么这一点 他的这个啊 谈到的这一点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目标确定 对吧 那多核芯片 多核结构 堆叠的设计模式等等 那么面积增大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 手机里面啊 为什么这个 用台积电的制程工艺啊 什么两纳米啊 三纳米 不断的越来越小 是因为他要在尽量 小的结构里面 让他速度最快 所以要塞进去 越来越多的这个啊 二极管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这个 园里面的啊 计算单元 但是呢 如果是 哎 你比如说发射火箭呀 或者是大型的设备 比如说汽车 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呢 汽车足够大 对不对 你芯片你稍微 大一点小一点 其实都可以啊 只要能满足汽车的 计算要求就行了 所以他们手机呢 是很不一样的 那么未来呢 华为会采用一些 这样的方案啊 来实现提升芯片性能的目标 那么郭平董事长就指出 连续遭到美国的制裁 需求上 对于芯片的这个低功耗 高算力 实际上呢 是有要求的 所谓的需求上 指的是中端产品 不管是华为的手表也罢 他的智慧屏 或者说他的手机 当然对算力有要求 你如果抬卡 肯定不行 那么这部分就是一个限制 包括他的电池耗电情况 就所谓的低功耗等等 那么在解决方案之上呢 郭平董事长呢 就提到了 用面积 以及堆叠 就是3D的这个结构设计 来解决相关的问题 这也是呢 逼不得已 实际上和我们以前的分析呢 也是呢 这个同样的逻辑 另外呢 就是要来提高他的稳定性 以及解决产品的算力 和市场竞争力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说的 华为找到了一条路 这条路呢 既然原来一条大路 一条高速公路 被美国人给堵住了 那现在呢 只能自己开辟一条路 也许有的朋友会说 哎呀 你这个方法 这个走的是一条小路呀 是一条省道 不够快 对吧 那甚至呢 是一条这个洋长小路 但是没办法 有一条路就能通往目标 我想呢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和我们之前所说的逻辑 对吧 活着和死亡 那么站着和跪着 这个区别呢 是非常大的 对不对 那么未来呢 就在市场上 关于华为的相关的可专的设备呀 智能场景之下的相关的这个产品呢 那么根据华为的这次发布会上所说呢 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市场份额 而且未来呢 还会继续扩大在消费电子 其他产品线上面的努力 那么面对一个啊 未来的发展呢 对于人才的获得以及储备等等 这些呢 都是当前最为看重的 郭平轮值董事长还表示 华为现在面临的 如此的这这般困难呢 啊 那么依旧需要不断的进行战略投入 那么如此呢 才能够让华为继续生存下去 在整个这个技术难点上面呢 就很多的困难呢 没有被解决 但是呢 很多的方案呢 已经被提了出来 至于外界不断的猜测说 是否会自建芯片工厂 来解决芯片供应的问题呢 那么郭平董事长就表示 芯片断供对华为手机业务影响很大 但是整个的2B业务连续性 现在有保障 那这一点呢 实际上更多的指的是 关于企业型的企业业务 比如说华为的云业务呀 或者是华为 它的这个运营商业务 通信设备等等 那么相关的产品呢 由于过去多年的备胎方案的 这个准备呢 所以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华为呢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 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说 关于解决华为的技术难点问题呢 它提出了三点 第一个呢 就是重构 第二呢 是堆叠 第三呢 是面积 那这部分呢 关于芯片的设计 解决先进工艺的问题呢 提升华为产品的竞争力呢 前面我们已经也谈到 所以呢 我们之前看到网络上有传言说 全新的麒麟芯片的设计 会采用3D堆叠和双芯叠加的说法呢 现在看起来呢 也不是空穴来分 那极有可能就是真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么华为的自身所设计的芯片 在自己的产品线上 用中国自己的芯片代工厂 制造出来的芯片 很快可能就会推向市场 和大家见面 这一点呢 我个人呢 还是非常期待的 华为轮值董事长 郭平还表示 那么华为当前呢 正在推动基础理论 架构设计 软件 等三个领域的重构 那么这个重构本身 有的朋友可能未必会去明白 实际上呢 无论在科学工程 各个方面领域呢 从来没有说 达到某一个目标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的 实际上都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那么 他所说的基础理论呢 实际上是 比如说华为的5G 为什么是全球最理性呢 因为他采用了一个数学家的一个 我印象中应该是土耳其的 还是哪个国家的数学家 那么所算出来的一个 一个理论 所以理论的突破呢 可以大大的提升 在工程领域 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实践上的一个突破 另外呢 就是关于整体的架构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说 芯片当然可以像台积电呀 像这个三星半导体等等的 那么 最好的方案是 在一个 一个芯片上面 那么 尽量堆 比较多的计算单元 可是如果你的代工能力做不到 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 对吧 我们说的 前面说的堆叠呀 3D的设计呀 等等 用这样的方式 另外一种架构呢 来能够解决算力的问题 当然另外呢 就是软件了 软件也很重要 在硬件算力有限的情况下呢 如果软件结构 软件架构 做得好的话 实际上也能起到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用户体验的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说 探索呢 整个计算与通讯的理论本质 这是华为在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任何理论本质的突破呢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们也必须呢 要给予这个事情本身呢 有个客观的认知 当然华为敢去挑战自我 敢去挑战通信领域和计算领域的本质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要非常强的魄力的啊 那什么叫本质呢 简单例子就是量子计算 如果出来呢 会把传统计算呢 就是在算力层面呢 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这就是一个本质性的 颠覆性的一个突破 那么郭平董事长还指出 要推动整体的这个竞争力的构建 那么扎根软件的基础能力 重构核心的这个基础的软件站啊 那这个事情本身呢 有些朋友可能又未必了解 基础软件站本身和我们所说的APP啊 开发一个什么小程序啊等等的 这是两件事情 都可以说它是在做软件 但是这么说吧 哎 我可以用一个工具呢 做一条路 做一个 修一个水坝啊 所以盖一个房子 那么这个房子水坝路 你可以理解为各种不同功能的APP 这个应用程序 但是呢 所有修水坝盖桥或者盖房子 所需要的什么呀 钢筋水泥 其他的一些啊 包括一些车辆啊 特种的设备工具等等 这些东西呢 很多也是软件 那么这些基础型的软件 很多都是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那么过去这么多年所积累下来的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软件库也罢 或者是呢 很多很多已经分装好的类也罢 那可是现如今呢 哎 中国要从头搞起来自己的这些事情 包括华为为什么一定要做鸿门操作系统呢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哎呀 鸿门操作系统用起来呢 体验是有它的优点了 但是你说重新再搞一套 不如在安卓上面改吧改吧 但问题就在于 人家不给你用你就没有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对吧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有比没有重要 对吧 吃饱比吃好重要 在现阶段啊 那么未来当然目标还是要吃好 对不对 还是要追求最优 那现如今呢 基础的软件站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说 你接触不到 因为在手机里 在里面也罢 在电脑里面也罢 它的基础软件站是非常底层的 中间件呀 或者是非常底层的很多东西 那么 比如说和硬件打交道的 过去我们都比较了解的 叫驱动 对不对 那驱动本身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可以认为是一个非常底层的软件站 当然了 华为呢 为自己的未来 甚至为中国的 科技的未来的发展呢 在不断寻求 突破美国的关键供应链的封锁 本身呢 它就是在探寻一条独立的道路 那么我们说呢 过去的整个的发展的 整个的情况呢 关于中国被卡脖子啊等等 很多朋友一提到这一点呢 就会想到华为 我们关注的也比较多 谈论华为 但问题是呢 其实华为也不是万能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们通过财报当中 虽然看到它的净率润提升 前面我们也说了 对吧 你就被逼无奈嘛 你荣耀得卖了 卖了这一笔钱 冲到这个财报里面来 今年你的净率润当然会提升 那未来呢 你不能把手机都给卖了 把你的资产都给卖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也要看到 那么华为这两年的业务呢 它的净利润 如果抛除掉卖荣耀的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它是下滑的啊 下滑的 包括它的营业收入也是下滑的 那么这就是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冲击 那因此呢 在这里呢 也必须去呼吁 呼吁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很多朋友说 啊 华为加大投入了 你看它一年花了1000多亿元人民币 这个研发规模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的 花的钱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如果我们把芯片的上下游 对吧 芯片的设计 芯片的软件 芯片的这个生产 芯片的分测 芯片的这个啊 其他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分装 全部都堆到华为身上来 这是华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根本就做不到啊 这一点呢 是非常现实的 那因此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需要中国整体性的科技进步 比如说中芯国际 那么中芯国际上面呢 它做芯片装备的 还有上海微电子 还有一系列的啊 做芯片设计的公司 在中国 还有什么呀 中国做光刻机的呀 做这个其他的这个光刻胶的呀 其他做这个 我们说啊 一些光光源的呀 一些镜头的呀 这都很重要 光刻机本身 它也是需要非常多的零件来组成的 还有做一些化学气体的呀 在腐蚀的过程中 也是需要用到的呀 这些都是很多很多 非常多的这个公司 那么在经营这个事情 有些中国已经做的不错 有些的还是比较落后 所以需要怎么样呀 进往一起使 一起来努力 才能够有机会实现这个突破 否则的话 哎有什么事情 就我们我们眼睛的华为来说呢 那么好像 没有取得突破 然后呢 就是华为的研发 不给力了 怎么怎么样了 那这个呢 就是喷子了啊 不负责任了 华为家公司能力是有限的 这一点呢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呢 实际上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上述种种的 我们说孟晚舟女士呢 她在整个发布的财报也罢 或者说呢 郭平轮值董事长 所发布的 前面说的技术发展的路线也罢 对吧 什么3D的这个芯片设计呀 堆叠呀 多核呀 实际上都是在找路 探路 巡路的一个过程 那么她整个的大背景 大环境 依旧是离不开 中美之间的竞争格局 那么如果魔王更大一点说呢 就是在过去的 全球化的时代呢 可以说是货物畅通 对吧 我们讲喊全球化 喊和平与发展 这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喊了多少年了 是不是 那什么叫做全球化呢 什么叫做 这个现在和平与发展呢 那必然货物是畅通的 对吧 无论是路上的一带一路 还是海上的 这个贸易的路线 畅通 人才畅通 对吧 你只要是个人才 你去哪公司上班 对吧 在国内上班 国外上班 在哪里上班 都是畅通的 另外呢 就是什么呀 这个人才的畅通 带来的是什么 经验 知识 对吧 技术的传递 还有呢 供应链的畅通 供应链的畅通是 过去呢 日本的企业发展 非常厉害的时候 强调一个叫低库存 是不是 这样的经营和管理理念 低库存的概念 就是说 我需要什么 我立刻就可以 比如上海啊 或者是 其他什么地方 哪个国家 那么来调货 马上就能到了 来补充库存了 我就可以让我的生产线呢 能大力的生产 我所有的资金呢 不用用来这个 提前的备货 那么我这样呢 研发投入 就可以增加很多 销售可以增加很多 但是现在 你看 货物还畅通吗 人才还畅通吗 对吧 你说整个搞的 欧战争 弄的整个 这个天空上 都很多地方 都不许飞机飞了 那么人才呢 现在弄的 中国过去和美国的人才合作 科学家的合作 结果美国把很多华裔 很多与中国合作的科学家 都给捉起来 什么中国行动计划 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对吧 最终很多根本就没有证据 只能放人 供应链畅通吗 这就不又提了 像个笑话一样 是不是 你说现如今 这个中国的企业 受到了多少的打击啊 华为如果供应链畅通的话 那手机就是世界第一了 我说的是销量方面 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 它确实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但是后来被打击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呢 确实 为所有的人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企业呢 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会一直下去呢 会一去不复返呢 我想各个国家 各个企业呢 都要为这样一个 未来的世界呢 做好准备 那么这也是摆在这个时代 每个人 每个企业 甚至每个国家面前的 重大的问题 那么中国呢 作为一个 这个大国 那么中国的企业呢 包括像华为这样的公司 作为一个大型的企业呢 所以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一点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 对于华为这一次的年报呢 我们看到其中的好的部分 也看到其中呢 这个目前的隐忧的部分 同时对于华为 所提出来的 包括芯片呀 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 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因为孟晚舟女士的话说呢 已经穿过了黑帐区 那么已经又树立了目标 树立了这个方法路径 接下来就要靠 华为强大的执行力 去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也期待 华为的相关产品 完全自主化的 技术的实践 那么结果呢 能够尽快的这个出现 能够尽快的推向市场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更多更好的 华为的产品 我们呢 一起给予祝福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